你要说五年前的自己来说 娱乐圈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很多事情都是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外 那段时间其实痛苦了很久 如果对面是一个五年前的自己 我想对他说什么 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就是保持就好 好久不见 我们综艺的嘉宾房间是随机分配的 黄老师可以记载一下适应 一切的情谊 这感觉太奇异 我抱歉不能说明 我相信这爱情的爱情 你最近想学一个新界 情绪的发生也不一定 温柔的情形 是看来好消息 一切心情的原谅 很标准吧 情搞笑 对我来说 那我总有点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在邀请我们的时候 其实挺 挺惊讶 然后我也挺开心的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跟他在一起 我真的觉得伊果是挺好的一个男生 他比我小 比我小的大概六岁嘛 但是我其实看来挺成熟的 我是小战 我是 傻娃 粉丝问题的话 就是一度好评吧 这么自然 我觉得我们感觉过很久 其实 我找不到很好的愿意 拒绝着一切的心理 这篇绝的情形 我抱歉不能说明 我相信这爱情的定谜 奇迹会发生也不如一听 不温柔的情形 也希望她好消息 我才发现你很耀眼 奇远我再瞧瞧你的伤眼 没有人了解 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怀疑这幸运 只是个作剧以后 我想我已那么喜欢你 因为我已经下班了 没错 已经下班了 下班了 走了 拜拜 不关心ussure 我也要做句 你别的了做句 欧望 啊 designer 老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